好主播帶你來關心 今天下午台北市長柯文哲出席 金輪獎的頒獎典禮 針對前一天台北市長參選人 蔣萬安在快問快答上面 提到說陳時中就像紅酒 黃珊珊就像西瓜 柯文哲也有他的最新見解 馬上帶你來聽 看了一下他這個快問快答 不過這樣 這句話也反映他的潛意識 就是說那個陳時中看起來就 紅酒比較貴 行情也很難講 好壞我們都喝不出來 怎麼有的要很多很貴 有的比較便宜 老實講那個什麼貴的紅酒 都喝不出他哪裡好 所以這個也比較符合陳時中的Style 高深莫測 我還很好 到底是價格小合理不合理也有人知道 黃珊珊是比較實在的人 反正就是看得到 這個大概一斤多少錢 老少賢宜 那你這張那邊怎麼看 沒有啦我覺得他 我在講那邊講到壞話才不要講 好可以聽到 其實柯問哲是認同蔣灣的這個觀點 他說為什麼說陳時中像紅酒 其實也就反映了 他高深莫測的這樣子的特質 而為什麼黃珊珊像西瓜呢 其實也就代表說 他比較實在 那一趁就知道有幾兩重 而且老少賢宜 至於被追問說 那他怎麼看這個蔣灣的人設 柯問哲說他不要再講了 因為再講可能就要講壞話了 以上是現場尊敬狀況 以上是現場尊敬狀況 確實在有準備好 大小的那個 Jadi 寂寞 在說 我